我要做的事 没人可以送这 说吧 一花公公主当即甩出维曼发起猛攻 见男人轻松应对 他又一个飞身冲出轿子 放开拳脚与之对战 可经过一阵翻转腾弄 公主有些招架不住 一怒之下 他使出绝世武学寒玉弓 只见他瞬间化身寒冰使者 接着飞速从男人身旁穿过 将对方动成人形冰块后 又恢复真身 然而就在他要打出致命一掌时 冰块突然炸裂 碎片划伤了他的肌肤 就这样 公主以半招之差输给了男人 好 我输了半招 我走 不过十八年之后 我的传人再执掌赏善罚恶令 一定会学习恶人骨 说吧 公主转身离开 男人因全力攻破韩玉弓 致使经脉劲短 倒地不起 虽然他服下十大恶人的逆天丹 保住了性命 但却从此成为了植物人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武林至尊争霸大会 凡大会获胜者 将授予赏罚恶令和韩玉弓 从此掌管武林十八年 杀尽天下邪恶之徒 宜花公公主便是此次大会的获胜者 于是他带领众人来到恶人骨 欲将十大恶人尽数斩杀 却不料被自己的丈夫燕南天出面阻止 还因此割袍 斩断两人的夫妻情分 因为恶人骨有个禁令 凡逃入恶人骨之人 就算十恶不赦 也不能赶尽杀绝 如今为了报答燕南天的救命之恩 十大恶人决定 一起将他的孩子小鱼儿抚养长大 与此同时 公主也挑选出宜花公的传人 并给他取名花无缺 这里是宜花公 就姓花 完美无瑕 就叫他做花无缺吧 转眼十八年过去 十大恶人见小鱼儿长大成人 便决定让他出谷 去参加每十八年一次的武林大会 争夺赏善罚恶令 这样就不会有人想来除掉他们 然而首次出谷的小鱼儿没走多远 就遭遇暗算 被女土匪万人迷抓到了自己的进宫 这里是我的进宫 这些都是我的妻妻 小男人你能哄我开心吗 就饶你狗命 听到这话 小鱼儿不仅丝毫不拒 还顺势答应了对方 万人迷看到小鱼儿如此识相 当即就将一旁的洗脚男踢翻在地 让小鱼儿上前接替他的位置 可小鱼儿却提出 需要先将自己洗干净 才能好好服侍他 然而万人迷等不及 正在他想要和小鱼儿一同沐浴时 几片花瓣突然落下 紧接着门外传来警告声 里面的人听着 一花公少主话不缺 奉命围剿山贼 万人迷 欠你半个虚审出来投降 否则杀无赦 听到一花公前来围剿 万人迷当即命令手下 将他的所有妻妾尽数斩杀 屋内顿时一片混乱 洗脚男则趁机躲到茅厕之中 小鱼儿见状立马紧随其后 通过介绍得知 原来此人是江别鹤之子江玉郎 这时一花公的人杀进屋内 只见几段围漫飘来 花无缺从天而降 随后手掌一挥 甩出几根火针 直击万人迷手下的面目 万人迷见状挥出衣服 却被花无缺轻松躲过 还顺势折下伏饼 反手刺中万人迷的胸口 一击毙命 随后花无缺看见架子上的女装 顿时起了兴致 拿起衣服就穿在自己身上 可手下去上前提醒他赶紧脱下 因为公主痛恨天下男人 便让花无缺女扮男装 避免和男人产生情愫 如果被公主知道他穿了女装 并会责怪众人 可花无缺哪里经得住这精美的华服 于是他不顾阻拦 给自己化了个美美的妆容 恢复女儿之身 这让一旁的小月看得直流口水 然而这一点动静 就让花无缺有所察觉 他当即甩出围漫将小月击飞出去 可小月游心的赞美让他很是高兴 于是他选择放过对方 很快小月来到武林大会 李大嘴和图娇娇因为不放心他 也来助他一臂之力 因为此次参会选手中 只有花无缺实力高过小月 所以几人商议 要破坏花无缺的声誉 以此让他失去参会资格 于是他们将迷情三宝的迷仙酒 荡魂粉 激情露 放入花无缺的房间 如果中毒之后不及时上马 便会七孔流血而亡 却不料李大嘴阴差阳错 中了其中的荡魂粉 他们的举动还正巧被花无缺看见 小月看到自己被抓包 灵机一动 拉出桌下的同伙李大嘴 并声称自己在抓把草贼 李大嘴便是受害者 一旁的屠娇娇见状也配合小月 讲起把草贼的故事 看时机成熟 他赶紧拿出猕猴桃大的解药 给李大嘴吃下 花无缺见他难以下咽 便拿起酒壶助他吞下解药 不料里面装的竟是迷仙酒 一时间李大嘴迎气外冲 神志不清 为了赶紧离开给他治疗 小月露出自己的胸脯 声称把草贼胸口有颗大指 随后他让花无缺也露出胸脯验证一下 这让女伴男中的花无缺无可奈何 只能放了他们三人 回去之后 涂娇娇找来一匹母马给李大嘴解毒 果然没过多久 李大嘴成功解毒 第二天 武林大会召开 各路高手齐聚上阵 经过一番比武争斗 小月儿成功进入前四强 另外还有江别赫父子与花无缺 而李大嘴二人因上次投毒魏武 便又假扮武林双尊 将花无缺骗到一处废墟 趁机将他和小月儿封在陷阱中 给小月儿制造机会 上演了一出苦情戏 涉事未深的花无缺不是小月儿的对手 三言两语就被迷住了心智 我跟你说 你很美 在你走的时候 我闭上我的双眼 因为我怕 张开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 看到花无缺成功被自己迷住 小月儿又上演了一出英雄救命 经过一番操作 一掌将石墙击碎 带着花无缺逃了出来 却不料被江玉郎发现二人夜里撕毁 于是他联合师父神僧和父亲江贬河 找到夷花公公主 将此事告知对方 还顺便在他的酒中下了慢性毒药 此毒无色无味 中毒之后功力慢慢消失 受到刺激还会瞬间发疯 得知花无缺和小月儿私通 公主当即来找花无缺对质 正赶上两人在房间你能我能 公主见状直接将小月儿扔飞出去 并用他的性命做妖血 让花无缺在明日的比武中 不要手下留情 接着他拿出罗刹夺命单 让花无缺服下 如果没有解药 定会毒发身亡 为了不让小月儿受到伤害 花无缺只能吞下丹药 到了第二天 花无缺与小月儿最终对决 两人随即展开激烈的过招 可花无缺始终不忍对小月儿下重手 这让公主怒火中烧 当即就飞身冲向擂台 花无缺见状挡在小月儿身前 接下公主一掌 随后便重伤倒地 可公主看到小月儿摸着花无缺的脸庞 受了刺激 直接一掌将二人打下擂台 此时神僧出面阻止 一招将公主打退 指责对方破坏比武的规矩 接着她讲出实情 小月儿就是她和燕南天的孩子 并斥责她心狠手辣 竟对亲生儿子下此狠手 以此来激发她体内的毒药发作 我不其然 公主听到这话 瞬间变得疯癫 我不是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对不起我儿子 就在她沉迷于痛苦时 将别鹤父子趁机上前 出手偷袭 因为现在公主的功力大解 将玉郎指一拳 就将她打落在地 一命呜呼 接着神僧还想对小月儿 和花无缺赶尽杀绝 幸好李大嘴二人及时赶来 放出烟雾将其救走 就这样 场上只剩下江别鹤父子 而江玉郎当着众人的面 提出自愿退出鄙视 将武林至尊之位让给父亲 不料这时武林双尊出嫌 他们拿出一本仗策 揭发了江别鹤与土匪往来的勾当 而这正是此前江玉郎忍辱负重 在万人弥奈里找到的证据 我虽然是您的儿子 看到江玉郎出卖自己 江别鹤恼羞成怒 正当他要对亲儿子下死守时 双尊及时出手阻止 还将他打得口涂鲜血 江玉郎健壮 趁机上前假意哭嚎 实则是暗中对父亲痛下杀手 就这样 隐忍多年的江玉郎 成功当上了武林至尊 获得赏善罚恶令和韩玉宫 因为他是吉阳之体 正好可以炼成韩玉宫的第九重 韩冰烈火掌 在双尊的悉心传授下 江玉郎很快炼成此招式 然而大功炼成的他瞬间翻了脸 转身就将两人打得武功尽失 说吧 江玉郎拿出一百万银票扔给双尊 让他们回家养老 两人眼见示威 只好拿钱走人 可城府极深的江玉郎 怎会白白给他们一百万呀 他是想以此引诱武林人士追杀二人 到时他在为他们报仇 打造自己英雄仁义的人设 此时另一边 小鱼儿和花无缺在恶人谷结婚拜堂 因为没有解药 花无缺突然毒发吐醒 鱼儿 其实你明知道我过不了今晚 为什么还要娶我 因为 你是我唯一 要娶的人 与此同时 双尊二人被追杀到恶人谷 小鱼儿闻生出来仗义相救 为了感谢小鱼儿此举 双尊指点他 用乾坤大挪移之法 借燕南天的内力 将花无缺体内之毒逼出 片刻之后 花无缺鱼毒禁除 可燕南天没有将内力收回 原来他得知公主已死 也不想再苟活于世 于是便把自己全部内力传给了 让他替母亲报仇 可江玉郎已经炼成无上神功 想要对付他并非一事 此时双尊拿出克制寒冰烈火掌的功法 狼情窃意见 因为此剑法 需要两个相爱极身之人 同时使用才会有效 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炼成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李大嘴和涂娇娇 还学习了肩肤淫妇剑法 几天之后 江玉郎将恶人谷的六大恶人系数抓来 向众人展示他的寒冰烈火掌 只见他一掌伸出 将黑无常动成冰棍 接着又伸出一掌 将白无常烧得乌黑 就在这时 两只剑突然从天而降 来人正是大功炼成的小鱼儿夫妇 他们当众揭露江玉郎为了成为武林至尊 所做的丑事 江玉郎见此情景 刚要出手 却被神僧拦下 为了避免落人口舌 他叫人端来赌酒弟弟二人 却被小鱼儿一眼看穿 反手将赌酒灌进神僧口中 神僧有些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短短半月 两人武功竟进步得如此之快 受到刺激的神僧逐渐癫狂 他大吵着质问江玉郎 却不料下一秒 他的头颅就被对方直接扭下 小鱼儿夫妇见状一跃而起 因为怕打斗起来伤及无辜 他们来到一处树林 等到江玉郎追来 他们便使出狼情窃意解 但都被江玉郎轻松躲过 为了增加功力 两人开始狼情窃意 花无缺率先御剑射出 但还是被对方的猎火掌阻 接着小鱼儿射出一剑 不出所料 也被对方的寒冰掌冻成了冰柜 离大嘴二人剑撞 合力使出肩肤淫副剑 趁其不备 砍下了对方一条手臂 此时小鱼儿夫妇一吻之下功力大增 双剑齐发 顺势刺中江玉郎 成功将其铲除 而那两块赏善罚恶令也掉落下来 为了不让武林再因他产生纷争 二人决定将两块令牌留下 当作以后教育儿女的玩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